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那个时间 什么时候并不重要 总之 是夜深时分 我完完全全孤单一人 身边谁也没有 请你想象一下 四下漆黑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见 就连始终声都听不见了 也有可能是中停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在被隔离开来 远离自己认识的人 远离自己熟悉的场所 远得无法置信 在这广大世界上 不为任何人爱 不为任何人理解 不为任何人记起 我发现自己成了这样的存在 即使我就是我们消失不见 也没有人会察觉 那种心情 简直就像是被塞进了厚铁箱 沉入了深海底 由于气压的关系 心脏开始痛 痛得像要咔嚓咔嚓 裂成两半 这滋味 你可知道 少年点点头 想必他是知道的 少年 继续说到 这 大概是人活着的过程中 所能体验到的 最难以忍受的一种感觉 有伤心 有难受 恨不得直接死掉算了 不 不是这样 不是死掉算了 而是 假如放在那里不管 就真的死掉了 体像里的空气 越来越稀朴了 这可不是什么比喻 是真的 这也就是深夜里 孤单单醒来的寒意 这你也明白 少女 再次默默点头 少年停了一会儿 我说 不过 当时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汽笛声 非常非常遥远 到底什么地方有铁路呢 莫名其妙 总之 就是那么的远 声音若有若无 但我知道 那是火车的汽笛声 肯定是 黑暗中 我数尔细听 于是 又一次听到了汽笛声 很快 我的心脏 不再痛了 使针 开始走动 铁箱 朝海面慢慢浮生 而这都是因为 那微弱的汽笛声的关系 汽笛声 的确微弱 听见没听见 都分不清 而我 就像爱那汽笛一样 爱你 你看 这说话不错吧 以后 我再问你爱我有多深 你就可以说 我爱你 就像 爱那夜半汽笛声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好好睡觉 做个好梦 我怎么听见 就像是 别人 听见 嘴 我 趋 我 这么 好 大 小 最 垃圾 尽 那个